小朋友们,你们好,我是陈老师,今天我来到了公园里,你们看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树,很多很多的绿色,我还带来了我的好朋友,麦喽,看,这是我的狗狗,他的名字叫麦喽,你说你好麦喽,我们要来这里一起,用我们的眼睛看一看,看一看,我看到了一棵大大的树, 我也看到了绿色的树叶,然后用鼻子闻一闻,我闻到了新鲜的空气,用耳朵现在听一听,不要说话,我听到了鸟叫声,我也听到了汽车经过的声音, 好的,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一起来捡树枝,然后我们可以带回去做我们的桃花,来跟我一起找一找哪里有树枝吧 好的,好的,小朋友们,陈老师在这里找到很多树枝,现在我们来选一些,我们选一些长长的,这个,这个,这个,还有里面的,哦,这个也很长 嗯,还有这个,嗯,还有这个,好的,小朋友们,陈老师捡了一些树枝,我们一起来数一数我捡了多少个 一,二,三,四,五,这些都是长长的树枝,小朋友们可以选长的,也可以选短的,现在我们一起回家来做我们的桃花吧 小朋友们,我们需要的材料有胶水,还有纸和捡来的树枝,我们选了粉色,红色,红色,粉色的纸,然后小朋友们可以在家里选择自己有的 我们这样做,我们先把纸用自己的手撕开,撕小一点,然后用我们的胶水把它粘在树枝上 一个,一个,两个,两个 也可以用这样的纸撕下来,然后揉搓成小的球形,粘起来,贴在我们的树枝上 一个,我们可以贴红色的,我们可以贴红色的,撕下来,揉捏成小球,贴上浇水,然后乌兴达西,贴在树枝上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不停的贴,贴上很多很多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